有一胎了那第二胎快生了 那现在压力就是在 除了工作压力以外 就是还有育儿压力 跟主要是在经济上的 买房子的压力这两个 在上游老下游小的阶段 原本无忧无虑 只需要顾好个人生活 而现在肩上的负担 多了育儿还有买房的经济压力 也要更加关注父母健康 张先生坦言 汉刚出社会 那时的心态有很大的差异 二十二岁毕业的时候 面临的就是就业的压力 对那我觉得这个压力 差很多啦 现在就遇到可能父亲生病 然后可能小朋友的 就是确实是夹在中间 那有的时候就会比较忧愁 像白头发也长不少 中年危机是个常见的名词 而这个中年是几岁因人而异 大多接近四十岁时候 根据统计英国人平均在约 三十五点八岁遇到这个危机 意大利人却是直到六十四点二岁 才到达情绪低点 心理学上有人生满足感的U型理论 青少年很高 接着逐渐降低 直到约四十五岁最低点 接着随着年龄增长 满意度又会回升 中年这个阶段 我们承担最多的责任 责任未必一定的 带来很巨大 我们无法承担的压力 但它势必的是 我们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还有体力去承接的 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 因为步入中年了 我们绝对不太可能 我们的整个的体力心力上面 还像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这么样子的有活力 事实上男女应该没有差别 只是女生比较愿意求助这样子 女生是很明显的求助行为 也是比较积极的这样 对那男生可能很多人 当然就是要表达这种焦虑 软弱或者是 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讲的 人设上的困难 造成中年危机的并非更年期 男女都会遇到 特别是女性可能会更加困扰 担忧自身魅力 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 同时各种青年 未承担的事情接踵而来 焦虑感随之浮现 外界的压力生活上的事件 都是蛮多的 我觉得有时候 也蛮喘不过气的这样子 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中年其实也是一个 其实我们心里 正在慢慢变化的一个阶段 到了老年也许就是 对 小孩也长大了 然后你那个难关也过去了 然后你也退休 那或许好一点这样子 就是现实上 另外就是说也许有的人中年 他面对危机的时候 他真的有好好思考 所以他其实经过了一个过程 他就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 年长者不只比较能 坦然面对错失的机会 又一种状况是 对未来不像年轻时 在抱有过高期待 但医师还是强调 每个人遇到状况不同 并非各年龄的情绪都相同 而是都在学习找寻自己的价值 我可能就是午休 利用午休 因为可能回去做完家事 可能晚上11点 12点 可能就不会利用那个时间 再去运动 我就是透过这个午休 短短的时间 然后我去跑步 或者是去偷偷拦 然后晚上可能我做家事 拖地晒衣服 不收衣服的时候 我就听耳机听音乐 然后去做压力的排斥这样 不要定一个 让自己过度的劳累 或者是说其实就是 不太现实的一个目标 因为那个只会让自己的压力过重 然后达不到的时候就更焦虑 不要为了我们冲刺事业 或者是我们照顾孩子 或者是老人家 我们就忘记照顾自己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模式 千万也别忽略压力调节的重要性 天本新闻 玲珑士周游轩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